那么郭平老师呢 是我们论坛的常客 而且是因为郭平老师 为什么我们会找他来做分享 其实很有意思是因为 其实要懂清理学 又要懂技术 其实这样的人还蛮难找的 所以说郭平老师是我们心目中 非常合适的一个人选 来做这方面的分享 那么郭平老师今天分享的题目是 中文数字测听 在远程听力服务中的应用 那么郭平老师是来自于 英国南安普顿大学的 中英听力教育中心的主任 以及教授 那么他同时也是英国的 临床胜利学会协会的 注册听力学家 英国人工俄协协会的会员 包括也是英国听力协会的会员 那么他今天的分享 是介绍了一种适用于听力筛查 以及便携测听的工具 在测听下识别数字定的 一个听力筛查工具 并且就他的实用性 有效性 已经预测听损的敏感度 和特异性进行了一个解释 并且介绍了互联网版本定 在远程听力服务中的 应用跟意义 OK 郭平老师 我们把屏幕还给你吧 好的 谢谢 对 屏幕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了 对 好的 今天很高兴能够跟大家共享 分享一些事情 这个也非常感谢大家的邀请 在这边我们 因为今天上午本来 我刚从临床回来 早上稍微晚一点 非常不好意思 我首先介绍一下 这个中文数字测听 在远程听力服务中应用的 这是我们这次要讲的 这个讨论的内容 这个中文数字测听 实际上是我们在最早2004年的时候 其实是由荷兰的一个科学家 Smith 他最早发起的 那么在接下来10年之内 各种各样的版本 那么今天我首先介绍一下 这个数字测听总体的背景 以及它现在我们觉得 它现在可以的应用 那么主要是在这个临床上 有很多的这个潜在的应用 包括人广网还有注定器 那么首先呢 我想介绍一下数字测听的 从它的研发的角度 到底是怎么来的 然后最后呢 讲一下它到底的应用的局限性 到底是什么样子 那目前呢 就跟这个Subox的 还有Signia这个公司提到的 这个比如是 纯音基于纯音的 在线听力测的工具 那纯音测的听力工具呢 我们也看到 刚才看到这个林主 我们刚才也讲了 这个里边呢 包括这个 它的手机型号呀 还有对这个噪音呀 那么都会它有一定的影响 那么其中一个最难的一点呢 其实上就是校准 那么校准呢 就是说你到底是用的什么手机 那么到纯音测听呢 大家基本都说 我发一个声音 那么我要确保 比如说我发1000赫兹 40dBHL的这个声音 那么我要确保在中端呢 它是得到了这40dBHL 或者对应的SPL 那么它影响机到底什么样的级别 那么在远程或者是基于手机这种情况呢 它的校准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那么这一点呢 这个苹果手机呢 基本上还是比较稳定的 那么所以在苹果手机中的测试呢 用重音的测试呢 因为固定的这个重音的 它是由于这个笔层的这个音频的这个算法 音频硬件决定了苹果手机呢 目前来讲 它的这个通过这种方法呢 还是准确度比较高的 那么转到这个安卓手机上呢 现在目前来讲 还没有一个非常稳定的方法 去判断它的这个 就是我们严格意义上的校准 我这边发一个4dB1000赫兹的音量 那么在那边呢 要得到一样的这个音频是非常困难 那么另外一个噪音 我们都知道存音测试的话 其实上是要求在这个 相对来讲临床上需要隔音时 那么原因呢 是因为它对于低频或者高频的这个声音的影响非常非常大 那么所以需要或者是在嘈杂的环境里面 你需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耳机 能够把这个周围噪音屏蔽掉一点 另外一个就是说 这个存音测试实际上比较抽象 我们存音测试实际上 有很多即便我们在临床 大家说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个音 这个音在声音在自然界里面从来没有过 你讲的存音10002000或者4000 也许可能有的人觉得 这有点像我耳鸣的声音 所以对于有耳鸣的病人在测存音的时候 反倒会有问题 那么但它的好处很多 它好处呢 其中一个就是说 它对听力可以很快量化 那么我知道这个 我做完存音以后 我就知道你的听力图到底什么样子 那么这样的话 还可以和这个 你这个注定器的验配 也可以很快的连在一起 那么另外一种这个听力塞拉工具呢 现在在世界上有一个趋势呢 就是采用这个 我们将来要跟一会儿要介绍数字测听 那么在这个噪音环境下 基于言语测试呢 我们都知道 对于这个感应层性能的话 是非常敏感 那么感应层性能呢 是一点点噪音 那么对于它的识别率的降低 是非常非常大 那么利用这一点呢 就是说和正常人的这个 听力区别很快很明显 那么就也经常是 我们看到有很多这个病人呢 甚至说我在噪音环境下 安静环境下 一对一没有问题 但稍微吵一点我这个就很差了 所以正是基于这一点呢 这个最早2004年呢 这个史密斯这个科学家呢 在这个荷兰呢 研发了这个 基于这种噪音环境下 我觉得很快能区别出来 因为你需要的信噪笔 就是你需要信号 你需要的这个 信号的声音的音量 要比噪音环境高好多倍的时候 然后你才能听得清楚 你才能识别对 如果是遭遇这个信号降一点 或者信号和噪音级别 相对很近的时候呢 你就听不清了 那么这一点对感应行动呢 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敏感 另外一点呢 就对测试的材料熟悉 那么不过相对来说 存音测的话那么抽象 但它的这个缺点呢 也是有几点 那么就是说 噪音环境下言语识别呢 它对大脑认知功能有影响 那么大脑认知功能 比如说我现在要重复一句话 比如说这个小明去上学了 或者小明去拿了一个冰激凌池 那么这时候呢 它要对游戏的大脑的认知功能 它需要了解 这个背景什么样的 它要去揣摩 到底说的是什么东西 那么另外当然就是记忆力 那么记忆力就是说 如果你的这个 如果它记忆一句话 那么比如说小明 冰激凌上学 那么它要记住这句话 才能信 那么所以这是现在目前来讲 这个言语测试的一些缺点 那么首先我大概介绍 言语测试呢 实际上是它的听力测试的 重要的工具 那么现在言语测试呢 我们感觉呢 实际上是用力的不够 那么包括我们国内 比如张华老师 研发的这个测试工具 还有西英老师的这个 这个言语测听的一些词表 那么在临床测试里边呢 实际上它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这个测听前的 一个咨询 以测听后的这个 水访的工具 那么这个图呢 就是显示 这边横轴呢 是代表它的这个信照比 那么重轴呢 是它的这个识别率 比如说你可以通过这个呢 可以判断它的这个 比如说我识别50%的时候 它对应的这个 到底信照比是多少 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 判断这个它的这个 叫slope 它的这个梯度 那么这个斜坡这个抖度呢 就证明了你这个 言语材料的敏感性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如果我现在增加一点点 这个信照比 比如说我从这个 负10dB到这个负8dB 那么可以看到这个 如果好的应用测试成来呢 说明是敏感的 就是我增加一点点这个测试材料 增加一点点这个难度 那么我这个并的这个 它测试者的这个 这个变化呢 是很高的 所以这个它叫这个slope 或者这个gradient的这个梯度呢 就会变化很快 那么这就证明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数据 就是说我这个言语测试呢 到底敏不敏感 那敏感度呢 就是说如果我有一点点变化的 材料数字测评里面的这个难度 那么我的测试者呢 应该也是显示出了 相应的变化的程度 另外一点呢 就是说要证明的 就是说我的测试的这个 它叫这个均一度 那就是说比如说 我现在有一堆这个言语测试 比如一堆资料 那么我现在有 总共有一百句话 但我今天选你中间里边 随即选十个十句 另外明天再选十句呢 这个测试的准确度 应该是一样 所以呢 它又对这个所有的 每一个字 每一句话的这个 这个测试的这个 我们叫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梯度 还有它的准确度呢 要求是非常高的 所以在这个言语测试里面呢 实际上不光是 就是一个重复你 比如说我听到 小明去买冰淇淋 它是不光是要 要在在你那个 能把这个些词说出来 那么在设计这个词表过程中呢 是很有学问的 是要知道 我的这个测试的敏感度怎么样 均一度怎么样 以及后来我们说的 这个效度怎么样 那么言语测试开发的时候呢 总共有几个要素 那么就是说 你到底是分闭是开放的 分闭的话就是说 你周试者呢 是从这里边有限的这个 这个答案里边去选的 开放时呢 它不知道这个 不知道是 最终是说了什么东西 它需要自己去猜的 那么言语录制呢 也是有点标准 后期编辑呢 就是我们说的 有磁数均一 可短度均一 那个22度曲线呢 就是我刚才给大家看的 这个像S一样的一个曲线 那么这里边的 这个要求你的曲线的 这个坡度 就是它的这个敏感度 还有均方差 均方差就是指的 每一个词 或者每一个 每一个句子的 这个均方差 就是它的区别 应该要小于一个db的 另外它要对噪音选择 那么就是你选择 静态噪声 还是这个 比如说这个 这个pink noise 就是说这个 这个我们叫这个 这个高频滤波的 这个这个噪音 那么它噪音选择到 选择没有 像噪音 对它的言语识别 也是非常有要求的 那么这是我们说的 这个苏文斯科丁的 这个SRT曲线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在横中的是 不同的性照比 那么重重的是 它的言语可能度 那么在很多的 言语识别的 这个测试工具里面 都是想知道 这个50% 这个时候的曲线 到底对应的是 哪个性照比 那么对于正常人来说 它需要做一种数据 那么这里边 包括大家可以看到 有这个波兰语 法语 德语 还有众多国际语言 包括这个英国的 英国语言 这个UK的Language 是在我们 在英国南部大学 去研发的 那么最早期的 这个数字测定 实际上它最早 并不是说在 想的互联网 那么在04年 05年的时候 最早考虑的是 用这个在欧洲的话 它的每家每户 都有固定电话 那么固定电话呢 它这个固定电话上面 大家又知道 有拨号键盘 所以最早呢 是用这种方法 大家想 如果是我在家里边 打个电话 我就可以叫这个 可以测听了 所以最早呢 它叫电话测听 那么电话测听的 这个研发呢 相当于它是 对这个 你想电话测听的话 它本身 本身的这个频段 是有限制的 那么固定电话的频段 比如说最上线 到3000赫兹 4000赫兹 就很不错了 那么第一频呢 从这个六七百 或者甚至1000 或者往上走 所以它是一个 很窄带的一个信号 但是这种情况呢 发现对于这种窄带信号 包括这种 这种这个电话的 这个网络传输 影响都不大 所以呢 它最后就确定了 从这个电话测试 去用把这个全国 全欧洲 进行清理猜查 那么当然在 HereCom 是欧盟的一个项目 HereCom的最主要的 一个贡献呢 就是说在2010年左右呢 然后整个欧洲几个国家 包括法国 这个德国 英国 比利时 那么这几国家联合 要用同样的方法 把这个所有国家语言 都做出来 那么就是用数字测评的方法 要做一组 另外一组 就叫Speechmatrix Speechmatrix 就是说这个言语矩正的方法 也要做一组 那么现在来看的话 Speechmatrix 这个言语矩正的方法呢 我们这个 西英老师 还有德国这边 欧登堡大学呢 还有包括英国 南部大学呢 在这里面做了很多贡献 那么现在看的话 数字测评 在全世界来影响的范围 还是很更大一些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说 WHO呢 也在2010年呢 跟这个 我们数字测评 中文数字测评 主要是在这个 同意院 这个 包括复兴金呀 还有这个 齐贝尔啊 这些科研人员的 工作努力下呢 然后在那边 做了很多的 这个后台的工作 那么包括一些鉴定啊 还有包括要找 这个正常标准值啊 另外呢 就是在WHO呢 这个正式 在这个2021年 2020年左右呢 把这个 同样的方法 去研发了 中文的这个 Carehood这个app 放在了这个 WHO的这个 数字测评下面 那么这个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说 在实际的测试中呢 我们要测试 各种情况的 这个言语的 这个SRT曲线 那么要求 这个RSRT 这不同颜色的代表 不同的这个 不同的词汇 不同词表 那么要这个 这个曲线的 尽量的抖 另外呢 还要这些曲线的 尽量的在一起 那么就是说 这样的要保证 它的均性 还有保证 它的敏感度 是一致的 然后要对 每一个词呢 进行修正 那么中文的测试呢 在SRT 50%是 负10.75 那么这个是 和这个英文 还有其他语言 是非常接近的 那么STD呢 表示它的均方差 均方差 是0.75 地面表示说 这个所有的 不同情况 你不管是随便测 你做这七个数字 或者这100个数字 或者另外100个数字呢 那么它的这个 差别是不大的 那么所以稳定性 是很高的 0.75 那么我们又同时 做了这个 在同样的 做了评估 对它的这个 测试的敏感度 和效度 做了评估 那么当然这个 我们对它的这个 就是说 同向做了这个 清损 人群 最500 1000 2000 4000 那么它的这个均值 到底在什么位置 那么同时呢 我们又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 数字测听 它的这个 在不同情况下 它的这个 到底是对应的 多少DB 到底对应哪个位置 那么通过这种方法 我们一看到 就可以定位一个 那么如果比如说 它是这个 平均值是这个 在20DB 那么我们知道 是听力正常的 那么你可以看到 听力20DB 这个曲线的话 在这如果 画一条横线 那么和这个 听损 有听损 3DB以上 这个界限 是非常明确的 那么 有听力 是这一群人群 那么听力正常 的是这一群人群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方法呢 它的这 对于敏感度 效度的测试呢 可以明确地看出 它是非常有效 那么中文数字测听 筛查呢 现在我们做的 就是说 大家可以在后台呢 可以看到 就是在不同的 这个文件夹呢 实际上 它已经混合好了 比如说 负2DB 一直到 8DB 到这个 负18DB 那么整个 这个文件夹呢 里面都把这个 数字 不同数字的可能性 那么就是从 0 1 2 3 4 5 6 7 8 9 那么这十个数字 这十个数字呢 它有任意的组合 那么 这个十个数字的组合呢 我每一个数字组合呢 把它放在了 这个 这个文件夹里面 那么 大家 这个 患者的 这个收诊人会听到 比如说 1 3 5 那么在不同噪音环境下 如果他答对了 那么 我就 这个 难度级别 增加一级 那么就 比如说 它现在是 -4DB 那么如果 再增加的话 就变到 这个 -6DB 那么 如果是 答错了 那么我就把它减 就是把它变容易点 -2DB 变成 0DB 那么 在这个最后呢 这个 我们在最后 它做 总共是23次的 这个测试 那么最后 N次 就最后的 我们在 在这个 自己可以定义 那么现在目前 是最后13次的 新造比的平均值 作为这个 你到底是听力正常 不正常 还是很不正常 那么三种情况 那么 WHO的话 是给的 给的 它这个 有这个 分数 比如75分 50分 25分 那么 我们和 去年 前年我们跟这个 腾讯 也做了一个 一个项目 也是在这个 基础上呢 进行的这个 听力塞查 那么 这个当然 这个 你要什么样的形式 展现给这个 受试者 你要把它做得 更加有意思一点 那么 可能要 要变得做 更更加这个 有趣一点 除了这种 红绿黄 这种三个 三个这个级别 但总体而来讲的话 它是就是一种 用来听力塞查 测试 明确知道 你到底是 听力正常 不正常 还是非常不正常的 三种 这个 这个测试方法 那么 我讲一下 数字测听的进展 还有它的这个发展 那么数字测听的 这个成能听力 刹打工具呢 已经明确了 它的这个 和存音测听的 这个 相关度是很高的 那么 这一点呢 实际上是 相对来说 说意外也不意外 但是 长久以来呢 我们认为呢 这个听力的 就是存音听力的 这个值呢 和你 言语测试的 这个 相关度 是很差的 原因在于什么呢 原因在于 就是我说的 如果作为 整个句子测试的话 跟你的这个 我们到 存音测听呢 实际上反应的是一个 你的听觉 预知的问题 那么预知呢 实际上是 它只能是 一个 一个象征性的 包括我们知道 在注定器验背里面 大家也都知道 我们在 做注定器验背的话 现在目前来讲 测的主要是 存音听语 那么实际上 在日常生活中呢 我们知道 我们很少 听的时候 是用听语来听的 我们都是 遇上听觉 也就是说你的 遇上听觉 比如说包括考虑到 舒适欲 包括考虑到 你的动态范围 那么每个人 即便是有 相同的听语 比如说你的听语损失 跟我的听语损失 完全一样 那么我们可以 看想这个 它从这个 听语从耳窝 到这个 从中耳 内耳到往上 那么神经 到大脑 对言语识别 那么言语识别 实际上它设计到 一个中速的功能 那么它的这个 这个纯音听语呢 实际上就是一个 我们就是一个 觉察预知 那么就是一个 一个声音 我觉察到那儿有了 那么实际上 这两者呢 实际上它的这个 中间有很大的 这个鸿沟 区别是很大的 因为这里面 涉及到 言语识别 涉及到你对大脑的功能 涉及到你对言语的 熟悉程度 包括说是涉及到 你的这个 记忆力的程度 那么在2021年的时候呢 这个 澳大利亚 这个NEO CS那边 他们也专门 做了一些这个 专门就是 到底这个 存音测听 跟这个 存音测听 跟数字测听 还有句子测听 sentence recognition 还有这个 这个 cognition 就是大脑的 这个识别功能 做了一系列的对比 那么发现的这个 实际上这个 大脑识别功能呢 实际上 对句子识别 是影响非常大的 但是 数字测听 因为它很短 然后大部分来说 对语言呢 相对来说 不需要特别多的 这个大脑的 去处理这个内容 那么反倒来说 这个数字测听呢 发现这个 对于这个 听觉的敏感度呢 是非常高的 那么这个是 也是最近2021年的 在比利时天主教鲁门大学呢 他们也发表了一篇 这个 中述文章 那么这个中述呢 就是列举了 最近在 PubMed的这个 证明里面 所有的 法语 德语 这个荷兰语 比利时语 这个 包括意大利语 那么所有这些语言呢 综合用数字测听来看的话 是 对于跟听力 敏感度 就是听语值 相关度非常高的 也是非常 非常可 好稳定的一个 一个方法 那么有一种可能 大家可以看到 那这个图呢 是涉及到这个 我们看到这个在 如果你是正常的 这个听力图 这边横着的是 不同频率下 你的那个重度 是你的 那么在ISO里面 不同年龄呢 如果你有听力损失 比如说 70岁了 或者我90岁 也有听力损失 很可能是 画到这个ISO 这个虚线的里面 那么他们这个 这个测试里面 专门找一批寿司 专门就看 如果是90岁的话 我听力损失图 大概是会什么样子 平均啊 平均的一个听力图 那么 这一点呢 实际上我们在 后期也现在 也在和国内的高校 在讨论合作的地方 我们希望通过 用这个数字测厅的方法 更加明确 到和年龄挂起来勾 也就是说 如果我知道年龄 那么我要换 数字测厅的稳定性 数字测厅呢 能不能通过 用数字测厅的方法 去预测 你在某个年龄的 这个听力图 到底什么样子 那么另外一点 就是这个数字测厅呢 在人管和注定器康复 里面的应用 那么在英国南部大学 这边有一个叫 英格兰人管和中心 那么它是英格兰 也就是英国南部 最大的一个人管和中心 那么我现在 之前呢 我在那里面 也工作了两三年 三年左右在那边 那么现在我们 有一个项目呢 是专门把这个 人管和的这个 检测和康复技术呢 完全放在远程 那么现在 这边人管和 每年呢 现在已经逐步的 有之前的是 50% 50% 是成人和孩子 那么 现在呢 已经逐渐转变到 90%以上 都是成年人 那么这个 儿童的这个 这个 康复任务呢 反倒变得弱了 这也是英国一个 很有意思的一个变化 那么就是说 越来越多的成人 开始使用人管和 那么相对来讲 实际上并不是说 儿童的这个 人管和数下降了 而是说 这个成人的 使用人管和数增长了 那么国内这个趋势呢 也会 我觉得会 最对这几年 应该也会有一个 很大的 明显的变化 就是成人的 而我的植物者 的数量会升高 那么每年呢 这个 人管和的这个 病例呢 他们都要把这些人 叫回来 那么就是你做人管和以后 我需要每年做一个评估 那么在这个期间呢 发现这个 我们本来大概有 就是在人管和中心呢 有20个 20个人左右 那么中间有十几个 10个人是这个 人管和 这个 听力师 那么 如果你以这种速度的话 每年光回来的这个 就已经旧的病人的话 就处理不过来 那么他们需要每年 大量的去过来 订个朋友 每一个病人的话 至少需要一到两个小时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早在这个疫情之前 那么就是 这个文章是2017年 就发表的 那么17年的时候呢 就是说想看看 怎么样减少 这个 来的 就是已经存在了 病人的访问的 这个 这个 门诊量 那么 当时做的时候呢 用这个 数字课听的 就是DTT 大家可以看到 DTT呢 就是用了我们这个 发现 它和这个 可以预测 这个听力的变化 那么实际上 它用来什么呢 就是如果我这个数字课听 在之前 今年测试 我的这个性照比是 比如说我们假设是0DB 那么比如说 到了明年 发现 我这个性照比需要更高了 我性照比变成0DB 现在需要5DB了 那么这时候呢 这个病人就需要来门诊 那么如果它是跟原来一样 那么它有主数 也没有问题 那它就不需要 过来去访问 那么当然同时 我们要给它发一个 这个量券 量券问表 到底有设备 有没有问题啊 它这个自我感觉 有没有问题啊 那么这个呢 是一个远程的 可以作为一个 一个相对来讲 一个比较容易的方法 去测试 知道它现在目前的情况 那么其中一个 很重要的 这四个方向 就是说 这可能这个字 大家有点小 可能看不到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 这个一个总教 几个DTT 就是数字测听 Digital Triple Digital的一个 一个优势呢 就是说 它可以加速你的这个 言语测试的这个 速度测试方 测试速度 那么TTT的话测试 只需要三分钟以内 就可以解决 那么另外呢 就是这里边 他也说这个病呢 比如左下角这个图呢 他说 I like the idea of using DTT to test my speech process at home 病人喜欢 那么strongly agree 这个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这个 DTT could be less safer than clinical test 很多人 need agree or disagree 那么很多人觉得 这个DTT呢 是数字测试 是一种 在家里面测试 比较一个 很好的一个方法 那么同样 那么我们现在知道 在疫情期间呢 这个 其实上在南普都这边呢 更加把这个 做到这个 由于这个人管磋 包括这个 cochlear 还有modeal 还有这个ab 都可以得到远程的 去调试 那么 已经变在 变成一个routine的 就是日常的一个 临床的一个工具了 那么 当然另外一个地方 就是说 数字测试的 这个可以用在 OTC的选配 还有 最近院会 客户导流里面 这样在supbox 也讲了 那么在疫情期间呢 这个 我们在门店里面的 这个客户流呢 是一个很大的限制 尤其这个国内 已经 大家到已经有 三年的这个时间 是非常非常的 这个 令得头疼的一件事情 那么当然另外 也就是说 有很多的孩子 那么他们这个 比如注定去需要调配 或者注定去需要 去检测 不知道这个孩子 到底他的听力情况 到底什么样子的 或者他听不好课 那又不知道 到底有多不好 那么这种呢 是需要去做一些 这个远程的 这个听力测试 或者听力评估的 那么数字测听呢 我们现在看来的话 是一个非常理想的 一个工具 那么 OTC选配的话 前一段时间 我们讨论了 OTC注定器 但OTC注定器 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选择呢 就是说你的这个 选配的这个 人群呢 必须要适合 比如他是 轻度听力损失 他重度听力损失 如果这个人 本身他需要 重度听力损失 他需要耳膜 你去给他去销售 一个花很多时间 去咨询 或者销售一个 适合轻到中度的 注定器的话 那么或者 哪怕是 就是说 真正的注定器 普通注定器 那么这个人是需要 很可能需要耳膜的 但是这时候呢 你给他一个 一个大功率 做进去 那么销售呀 整个言语测试啊 各方面这个 效果的满意度 是非常非常低的 所以 作为这个客户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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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客户的一个了解 那么听力上的 一个了解 是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 可能用到的 一个工具 另外就是 我们也在 英国大部 现在我们在 这个 中心听力中心的 现在也在通过 这个国内 这个预案基金的 来支持 和国内 高校 以及公司的合作 所以也希望 大家如果有什么 兴趣来 南浦大学 访问或者去 展开合作的话 也欢迎和我 进行交流 好的 非常感谢大家 我的演讲 结束 因为郭平老师 在最后有提到 因为 郭平老师 你们2023年的 硕士开始招了吗 感觉应该先问一下 我们现在在招 我们现在 而且有一个 专门的 硕士的 这个奖学金项目 那么 我们每个学生 达到这个奖学金 会有1000磅的 这个奖学金 所以 对于想读 硕士 来这边 可以积极的申请 跟我们联系 对 因为我刚好想起来 你最后这一页的话 所以我就刚好提到了 这一点 非常谢谢郭平老师 给我们做一个分享 因为其实郭平老师 关于这个 中文数字车厅的分享 我觉得最早应该是 在2017年的 北京国际清理协大会上面 当时我记得你 已经介绍了一个 这个发展的 一个历史的情况 那么也很感谢你 今天给我们 再分享了一下说 未来 它这一个走势 跟发展的方向 那是怎么样 我们也很高兴看到 包括在国内同类医院 他们也有就开始 在尝试这方面的 一些软件的研究工作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 观众有几个问题 您帮忙回答一下 您看一下第一个问题 是存硬测听和书测听 相关性 是这个吗 对 对对对 是这个 这个相关度是很高的 这个R2 相当于是在统一的 就是全世界来看的话 是0.7几 那么我们中文的话 应该也差不多 0.7过0.8的样子 就是相关度 还是很高的 好的 那么您看一下第二个问题 神经性能很多表现 为听得见 但听不清 是这个吗 第二个问题是这个 你看我的屏幕上面 如果患者的音域和 言语测试结果 一个正常和 一个不正常 要如何解读 患者听语和言语测试 结果一个正常 一个不正常 怎么解读 就是说 他的听语是正常的 那么他的言语测试 是不正常的 是这意思吧 对应该是这意思 那么这个有很多可能 那么当然这个 跟你这个测试准确程度 到底一不一样 言语测试的这个 这个测试材料 是不是符合这个 被受试者的 这个他的这个背景 那么另外一个 当然我们知道 这个有几种可能 那么英语 比如说他听语 是很正常的 那么他言语测试 是不正常的 那么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经常会怀疑 他有可能会 比如说APD 有没有这个 听语病的可能性 那么再一个 他有可能这个 他的这个 还有一些人呢 比如说专门 有言语处理的 这个问题 那么这块是一个 可能性 那么就是除 如果你排除 他的设备 还有言语材料 这种不匹配的 这种情况 那么另外一种 就是可能是 这个英语不正常 或者是英语不正常 那么言语测试 结果正常 那么这种可能 当然就是说 你可能你的存音测试 是不是工具有问题 好的 我想这个问题 主要可能问的是 这个言语测试 有不正常 那么这种就是 可能要考虑 是不是有 听神经病的可能性 OK 那么所以其实这个问题 我觉得他们对方 可能想问是说 如果在听筛阶段 如果发现了这个的话 他们是想说 可能比如说 可不可以在 当时比如说是APP上面 可不可以做一个显示 就是说 可能做个逻辑判断 我觉得他们可能是希望说 可不可以有这么一个 做一个逻辑判断 然后可以更好去帮助消费者 去做下一步的决策 我的理解应该 他们是想要问的是这个 对 这个在逻辑上面 这个决策的话 现在还没有一个 非常统一的一个方法去 因为他这个 就是说 我觉得这种解读的话 可能是更多的是 要跟病人的情况 要进入咨询 那么另外一个听力的测试 实际上是 他需要多个 多个这个测试的结果 才能解释出 这个很少有单独的去解释 比如包括 只能用 只用一个存音 去解释一个东西 或者只用言语测试 去解释一个东西 那么在真的要 这个这个临床的 在临床的案例里边 实际上需要多个 检查结果 比如我要知道 他的这个中二的情况呀 或者知道 他这个脑电的情况呀 或者知道 他这个甚至我要知道 这个孩子的这个 就是受试者的这个 他这个 现在目前的一个情况呀 在到底测试的时候 到底处于不处于 这种正常的状态呀 从这个程序上来讲的话 现在还没有一个 就是如果你知道了 这个音语 纯音正常 那么这个听语 检测不正常 这种 这种逻辑上的程序 现在还没有一个 严格的意义上的 一个一个逻辑的 一个走向 但是如果是临床上 发现这种问题的话 那么可能要怀疑 是不是有APD的可能性 好的 谢谢你的回答 这个也跟这个 有一个观众问的 第三个问题 是蛮像的 因为其实你刚才 有提到说 前几年有人 做了一个一个中数嘛 把就是市面上 比较常见的 这些中文数字测听 包括一些 纯音测听的APP 他们好像做了一个规整 统计计算 那我也看一下 那个数据 就是说 目前现在 那个 就是Tone的 就是说纯音这一类的APP 还是比较居多一些 那Speech 就像定的这一种 好像还是偏少 那么所以就是 我们想问一下 说因为我们看到 现在 因为我们这 这几季下来的话 你看我们讲的 纯音测听也讲了定 那包括刚才那个 Fing在Shoebox 也讲到了 他们用一个 问卷的方式去做 那其实他这个 观众问就是 这三者数据 是应该如何融合 有没有办法 形成一个 统一的可视化图表 因为他可能想说 在听筛阶段的话 可能想有个 更简单的一个图案 能够体现出来 给用户看 可能消费者会比较 能够明白说 我有哪些问题 就是这个 有没有一些 可以分享的地方 我就涉及到 这个三者数据融合的话 就是说看这个 我觉得这个 从这个技术上的话 非常简单 那么技术上 就是一个 变成一个可视化表的话 也非常简单的 一个技术问题 就是你纯音测听 和比如加一个 数字测听 加一个问卷 那么只要 只要这个 你在这个程序里面 测试软件 或者程序里面用 或者加一个这个 加一个这个界面 那也就是 变成一个可视化图表 这个都是很 相对来讲 非常容易的 技术上可以实现的东西 但是关键就是说 这个如何融合 我觉得这是一个 一个 还是一个难点 就是怎么样 把它融合在一起 变成一个非常有意义的 一个 就是说从临床操作来 非常明确的 比如我说 纯音测听 我现在得到一份结果 那么数字测听 我得到一份结果 那么问卷 我得到一份结果 那么怎么样去 让机器或者设备 去提取这些信息 把它融合在一起 不要报一个信息 我觉得这一点 现在还没有完全做到 好的 谢谢你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 那我们看一下第四个问题 中文的数字测听 在数字组合的时候 有没有难度等级的设定 是会把零到九 所有的数字都用上吗 因为我在英国 我做了两次英文的数字测听 但是测试的结果都不包含7 这个蛮有意思的 这个问题 对对对 它因为这个7这个词呢 实际上是 它是两个音节 7 7 那么我们 我们它比如说5 6 8 7 7在考虑的时候呢 会一个是一个是说它这个这个音节上的考虑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它的这个这个7这个7这个词呢 你可能在测试我想想7应该有没有 1 2 3 4 5 6 7 8 9 7 对7应该是两部分 它相当于是两个音节 7 那么比如说它这个 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在选这个词的时候呢 其实上每一个词 并不是说每一个词都要用得上 那么主要考虑到这个 一个是我要确保这个词呢 和其他词均一度 那么就是说比如说我0到9这几个数字 那么7这个数字呢 比如说7 这个词呢 跟其他这个词太不一样了 那它太不一样的地方有几个 一个就是说我说在音节的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它的这个高频的问题 那么它更多的处在 比如说我现在要是做这个 它的SRT曲线 那么7这个词呢 在SRT曲线里面呢 它可能的这个能够识别的程度更高一些 一个就是它的这个 比如说它是7 两个音节 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考虑的就是说 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高频成分呢 让它更容易识别一些 那么就是说 比如它的SRT曲线呢 会比其他的这个 0到0 其他几个数字的SRT曲线呢 差得很远 那么这时候我就把7去掉了 去掉7之后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说让我就是刚才说的 我们把它的均一度 统一提高了 那么就是这里边 我所有用的数字呢 言语的识别度 可总度都差不多 那相关就是说 没有一个词特别容易识别 没有一个词特别难识别 那么其实在后台呢 我们其实还要是 比如你不可能 每一个词的SRT曲线都一样 那我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这个你要看我们的 我们那个相关的文章 那么主要是 一个很重要的 在言语词 注的设定里面研发的 就是要把这个每一个词 调整到它的可终度 是一样的 好的 谢谢 因为对于我们 这种不太懂的人来说 我第一反应 我说这0到9是不是随机选的 因为好像我记得 很早很早很早 以前的时候 然后我曾经 应该是 以前是西门子吧 西门子曾经以前 有做过一个线上的测试 就是它是噪音底下 然后但它发音 说的是个中文 就是个中文的语言 比如说开心快乐 就是这种在噪音底下 去叠加去做 这种会不会 也是有可能说 可能如果做一些 深度研究的话 也可以用在这种 那个这个 听筛的过程当中 也可以用得到呢 就是说所有的测试的话 我觉得都什么都 都可以用在可能测试上 比如说这种叠加词 或者双音节词 或者是我们说的这种 这种两个字的 在汉语里面的这个词 都可以用 但是就是说测试里面 就是说在言语测试上 它是一套规则是制定的 那么就包括我们说 音速的均衡性 然后它的这个 敏感度均衡性 这些都要去调整的 不是说拿了一个词 它就词表 就可以做言语测试了 那么从这个 测试的这个有效性的话 其实上就是说 比如今天我做了这个测试 我是得到了这个结果 那明天我又随机 从这个词库里边 又随机拿了一种测试 那么我要做的是 我要 我要有两点 一就是说 我今天测试 跟明天测试 结果应该是一致的 那么怎么样保证一致 是你在研发 你的言语测试里面 需要做的工作的 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要保证的就是说 你这个 就是我们说的 假阳性和假阴性 是要稳定的 比如说我今天测了一个 测了一个 这个COVID test 新冠这个测试 今天我变成阳性了 明天我变成阴性了 那个 我们在国内 已经有这种情况了 后面公司的问题 但在我做这个测试的时候 我要保证 我这个稳定性 因为在言语测试 怎么样保证稳定性 就是核心的东西 就是说 我要保证你的言语的 每一个词 每一个句子 都经过调整之后 我才能用把它 作为研发的 作为这个测试工具的 非常谢谢这个 非常详细的解答 所以看来研发上面 还是有很多要注意的事项 OK 那我们来回到 第五个问题 这是最后一个问题 您看一下 不是因为在自主 对 自主艳配 现在还没有 现在还没有在 自主艳配注定机场 这个 还没有在 其中我们在南谷大学 这边在做了一个 是做了一个项目 是把它用在 神经网络上 那么神经网络上 就是说 我现在有一组 是我的听力图 那么就是说 我最早刚才 列了一个听力图 比如说你50岁的时候的 你的听力图 什么样子 那么60岁 听力图什么样子 然后这边 有它对应的 这个数字测试的 这个结果 那数字测试的结果 现在我们的结果 目标是 你的听力正常 不正常 或者很不正常 那么我们 这个项目 我们现在是想做的 就是用神经网络的方法 我不光是要看 你的这个最终的结果 就是你达到50%的 一个数字 而是我要看到 你的整个的 这个模式 就是整个 这个错误的模式 比如我听 013 我听成了073 或者我 我这个 那么 这种 老把一变成7呢 这种 这种模式呢 有可能是和你的 听力图呢 有一个相关的学习关系 那么我就可以 根据你的错误的模式呢 去判得出 你听力图 在某个领域 某个地方 是需要往高桥 或者往低调的 那么这个是在这个 在比利时呢 是在这个 有一个公司呢 它已经 其实这个软件呢 叫Fox 那么用这种方法 已经用在调试 自我调试 人工博上的 那么什么叫 自我调试呢 实际上也不是 自己给自己调试 是吧 自己给自己调试 会搞跟乱 那么实际上就是说 我让这个受识者呢 去做一系列的测试 包括言语测试 包括听力测试 那么经过这些测试之后呢 我后台有一个 有一个人工智能系统 那么这个人工智能系统 根据你的错误识别模式 就像比如我说的 你说把017 老变成077 那么就1和7的这个混合呢 我就知道 你在哪个频率范围 是需要调的 那么这时候里面 需要一个大数据库的学习 能知道你预测 是你的听力损失 之后就可以进行调 但现在还没有 用在这个注定器上 那么人工博上 已经实现了 而且这个文章 已经发表了 好的 谢谢郭平老师 看真的是你掌握了 关于这方面更多的一些 前沿的一些技术跟信息 基本上我们属于 比较没有去观察到的 这个还蛮有意思 那他的第二个问题是 配戴助听器过后 之后进行的数字测听 可不可以用来 这个修正了 验配数据 这个可能还是稍微 有点难度吧 因为可能两边的 那个参数是不同的 这个您刚才有回答到了吗 就是我刚才讲的 如果现在就是说 在人管博上已经做到了 就是说他去修正 注定器的 人管博其实最终 都是争议的调整 争议的调整 那么从争议这一点来看的话 是有可能可以做的 但是从这个科研上 现在还没有做到 已经能够 理论上来说是可以 对就是可能还是在 上面会有一些难度 在注定器上面的话 我觉得可能有一些难度 OK好 那我们到第六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 安卓手机校准的难点 有哪一些 手机跟耳机的校准 哪一个最准度的提高更重要 这一点呢 可能我可能还答不了 安卓手机呢 可能对于这些通讯公司来讲 可能了解的比较更多一点 那么现在我们只能从这个 就是现在的市场上的情况 还有这个文献的情况 那么它校准的难点 主要就是说这个 稳定性的问题 那么稳定性 我们现在了解的 这个包括我们和几个公司合作的一个资源公司 在做同样的技术的时候 主要的问题就是安卓手机的这个稳定性 那么就是底层那个音频的稳定性 那么音频稳定性 比如说现在我现在给你定义1000赫兹50dB出来的声音 那么所有的安卓手机 虽然是安卓手机 但是安卓手机的比如华为手机 还有这个三星的手机 或者是或者是Google的安卓手机 那么都是安卓手机 那么我从定义里边 我比如说校准了一个手机 那么华为比如说500赫兹1000赫兹 我知道从数据上 比如我现在给你传输校准了 比如说我知道1000赫兹40dB 我在华为手机上可能得到的是1000赫兹30dB 那么这个校准 我只要加一个correction factor就可以了 但是你马上换另外一个手机 它可能又又变了 所以在手机的这个主要的问题 就是安卓手机的这个本身的这个稳定性方面 也可能这个稳定性会将来会有提高 但现在目前来讲 现在核心的问题是 这个安卓手机底层的这个音频的这个输出稳定性 在不同的手机品牌上 它的这个难点还是很高的 那么具体怎么去修正这个东西 我现在还我也不知道 喂 不好意思我忘记看那个 就关于这个问题 谢谢那个国评老师的回答 等一下那个Phil Allen来自Shopost的话 我们可以让他再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因为他商业公司可能做了更多的一些测试 会有一些比较有趣的一些结果 那么我们来回答最后一个问题 第七个问题就是数字测听和手机耳机的关联性大吗 有没有具体的误差数据 这个我们这个没有专门做这个大量的数据调查 但是现在我们从测试方法上看 还有之前我们用的这个 包括跟北京电信 在18年 19年时候我们做的项目是通过这个 打电话的方式去做的 那么实际上这个内筹的误差 要比现在的误差要大了很多的多 那么就是说 如果你用不同的电话的品牌 通过不同电话的网络 那么不同电话的公司 那么我们当时的结论是这个 这个没有太大影响 那么就不管你用什么样的电话去打 那么拨这个走这个程序都没有问题 所以从这个现在目前来讲 做数字测听用手机这个 手机用 如果用手机做的话 因为它的这个核心的这个核心的这个 技术呢 是判断你这个相对的这个新造比的变化 而不是绝对的这个音量的变化 所以跟手机耳机的这个影响不会很大 就算是这种顺便的 然后我们从这个核心里面的提供 然后我们把这个动作 误差点就算好 就算了 那是什么 就算了 所以我会用这个手机耳机的 这个眼前